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若当生 那已经往生的 当生的是现在还没生 当来一定会往生的 这当生 借习注于镇定之去 这个话等于是给我们 做证明 帮助我们 坚定行愿 就像 祝福给菩萨授记一样的 这授记的话了 你看 决定证于 二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二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就是一切种植 自性里面 本具圆满的 薄弱智慧 不是从外来的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决定可以真的 使命 这是说明 得生彼土 便如镇定之举 彼震 大涅槃谷 那么 这一本无量手机 我们可以看出 修行真果的 保证术 不但它引导我们 它保证我们拯救 它到哪里去找这个法门 法门无量 确实有很多法门不错 引导你 提升你 但是没有保证的话 唯独这部经上 有保证的话 决定证的 必定证的 故 闪到大四月 不断烦恼 等你吧 死是暗落 自然得了 这是什么原因 是自性本有的 自性本来如是 观经上佛书 是心是福 是心作福 自然的 本来的 只要我们肯放下 只要能把非自然的 统统放下 八十五十一心所 不是自然的 十一个色法 也不是自然的 二十四个不相应 还不是自然的 那为什么呢 又违法了 你看八法明门论 前面九十四法 又违法 又违法就不是自然的 又生又灭 那后面虽然有六个 五位法 其中五个 是相似 五位 不是真五位 真五位就最后一个 真如五位 那是自然的 那是不生不免的 赢心自在 他赢 什么都没有 自心清净心 也法不灵 他心 心是法界 一真状元 啊 赢 不能说的 五 心 不能说的 有 如果有有有无 是相对的 自心里头 找不到相对的 自心里头 不但没有这些东西 连名字都没有 这个主要知道 知道了 你才肯放下了 那我们现在支持名号 为什么 完全放下 难了 我们这些神做不到啊 那我们就 要跟着阿弥陀佛 念他的名号 往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在一切放下 回归自心 自自然 一点都不费力气 到极乐世界 大车大武 他真的扯 你看 我们这个世界 讲扯误 扯误 还有四十一个等级 连叫促柱 就大车大武 明行见行 二 可是上面 还有二柱 三柱 到十柱 十柱 上面有实心 实心上面 有实回向 实回向上面 有实地 实地上面 有等级 有妙级 自心清净心地 有没有这东西 没有啊 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呢 从无始无明习气 变出来的 无始无明 出地 就断了 这个出土 就断了 习气没断 我们从这个修行 层次上来看 大臣 七性位的菩萨 他断的 见识烦恼 跟小城 阿罗汉 相同 啊 见识烦恼 断了 啊 但是他有习气 见识烦恼 习气 没断 所以 所以 正在阿罗汉 他修身 断习气 习气 断掉了呢 他就吹胜了 他身到皮之腹 啊 皮之腹 不但见识烦恼断了 习气也断了 啊 就断正功夫来说 阿罗汉 等于大臣 是心里面的七性位 那七性 七性位的菩萨 把见识烦恼吸气断了 就伸到对八性 八性相当 小臣的 小臣的皮之腹 那皮之腹断什么呢 尽死烦恼断尽了 要断 沉沙烦恼 那沉沙烦恼 八性位的菩萨 也就是小臣的皮之腹 把沉沙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分别 说明他不分别了 知道整个宇宙是一体 分别这个念头断掉了 他神气了 那么小臣就是 回宵向大 大臣全教菩萨 天台的别教 他们就到施主去了 连教呢 他还没有离开 施法界 施法界里面的菩萨 在这个位置 断沉沙的吸气 沉沙吸气断干净了 再断 无时无明 无时无明断了 他就臣服了 阿 尼 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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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 陀佛